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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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视频,紫微揭秘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赵二方师傅在这里 Hello,大家好 师傅,今集我们继续用 一个叫做 枉素汉人身的大标题 去讲今集的内容 上一集很有趣 讲了人缘 如何去看命盘 知道自己贵人多不多 会不会被人出卖 甚至不正常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命盘里看到 我觉得相当之有趣 也很全面 今集我们讲一些感情篇 感情篇小不免 可能有些人会说 我桃花多不多? 我会不会孤独中老? 甚至可能桃花多也好 但是也没有好结果 所以今集要请教师傅 好啊 桃花即是叫人缘 人缘也是说一些 如果说人缘方面 这边是有正恩缘 还有是有父恩缘 那什么叫正恩缘呢? 正恩缘就是包括有 红联天启 这对星就叫做正恩缘 正恩缘可以代表你的爱情 你的人缘 甚至乎你夫妻之间的相处 这些就叫做正恩缘 这些就叫做正恩缘 那副恩缘呢 就是有咸慈和天瑶 凡是咸慈和天瑶 这些就叫做次桃花 那次桃花呢 会是惹来一些问题的 如果你是发为人缘呢 都还好的 即是说呢 你认识到很多外面的朋友 但是呢 你要注意了 这些恩缘可能犯一些小忍 即是说呢 你那些是非 行华 甚至乎呢 有些不好的冒水恩缘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 如果是有咸慈和天瑶呢 尤其是在你的命工 和身工 和福德工 这些三个工位呢 就要特别要注意 那些所谓叫做冒水桃花 就会破坏了你的人缘 所以你叫做偏桃花 偏桃花呢 就要注意了 这样的意思了 嗯 OK 那就是 这个的恩缘 这样 正常呢 就是 我们会知道 那有没有一些 可能一些 其他的方位 或者公位 又可以告诉我们 有些什么恩缘 是可能 遇到很多的 又或者不好的 那又怎么看呢 是啊 那刚才都说了 正桃花呢 一定是有 和联天气 次桃花呢 就是有 咸词和天摇 那其实这一类呢 一定是 是说 桃花星 和偏桃花 和正桃花 但是呢 还有其他的 护桃花 护桃花 代表什么呢 代表有 文曲 文昌 左腹 右拔 甚至乎 天灰天月 这些呢 都是叫做 护桃花 假设 如果你有段 很好的恩缘 是正桃花 甚至乎 甚至乎 你的名公 你的三方四正 甚至乎 你的夫妻公里面 有正桃花 有红联天气 那当然恭喜你了 你有一段 很好的恩缘 假设 如果有一颗星 左腹右拔 落了下去 你本身 一个的夫妻公里面 或者你的新公里面 你就要注意了 凡是夫妻公有左腹右拔 这些都是叫做护桃花的 都是会进入了 你们有一个 第三者的问题出现 所以凡是单升入 一个的左腹右拔 在夫妻公 要注意 可能有小三 如果不是 他有双星 有两颗星 左腹右拔 都可能同在一起 在你的命公 或者你的夫妻公 或者你的新公 那就恭喜你了 那就是说 你对一段感情 你是很着意 同时来说 你的感情世界 是得到对方 去无条件 去爱你 去帮助你 所以一对星 就不同 刚才的说法 就未必是一个护桃花 除非是单升入 单升入当中 例如你的左腹右拔 单升入 例如你的文曲文昌 单升入 那些都会令到 你有一些 霧水的桃花 但是要小心一点 那颗星会不会 渺黄平衡呢 那 紫微斗数里面 很讲的 星里面的星系 是不是叫做渺黄平衡 渺黄就是说 座于那个宫位 它是发挥得很好 叫做渺黄 平衡就是说 不好了 不好了 就仍然有第三者的出入 或者人缘不好 港市港非的问题 就会产生的了 嗯 有没有一些人 他可能 很多桃花 但是到最后 都不能拉起天窗 看的角度 是不是又不同呢 师傅 好 是的 有一些 他一生当中 很多桃花 但是 他的结果 都不太好 在紫微斗数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情况 例如 他的夫妻公 正常来说 是有主星的 但是他可能空公 空公 只是没有十四个主星 在里面 但是 有一些副星 刚才我们也说了 有些文曲 或者文昌 或者左腹 或者右拔 有一对星 一对星 可能 或者是单星 入了他的夫妻公里面 那怎么看呢 他的情况 他一生当中 是很多桃花 但是这桃花 是不是没有好结果呢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夫妻公 没有主星 而且一个公委 没有主星 他很容易 会受到三方四正的影响 什么叫三方四正 例如那些朋友公的影响 例如他的遷移公 即是他出外去玩的情况 会影响他 又例如他的福德公 即是他的内心 他所想的东西 也会影响他 这一类人 他变得对夫妻公的力量 薄弱 因为他是空公 空公 即是说 就算借星 借对面的星来说 都是借得一半的 所以变成他人生当中 对于感情那方面 就可能就没有那么实在了 就变成了很容易 就会有这一类的情况发生 即是说 贪玩 花生萝卜 到时 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因缘 和结果了 或者是可以一个眷属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嗯 OK 师傅 我想请假一下 这个是一个叫大盘 是吧 榴莲的盘 是不是又是这样的看法呢 是啊 如果榴莲星 你本身是 摸头型 你的原局 你的名盘的夫妻公 是没有主星的 那假设 如果你的榴莲星 你走着一些朋友的工位 又或者一些田窄的工位 又或者一些子女工的工位 那这三样 就在乎你的感情的世界了 这三样 这样的话 里面如果再会到一些 不好的星 例如一些的 咸词啊 天窑啊 这些这样的星 你就会遇到 这些的问题出现 你喜欢去玩 去花费 但是呢 仍然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始终都是一个 戀 只得戀愛 或者是谈天说地 甚至乎呢 你享受一种叫做 沐浴 紫微斗数里面 有一个叫做十二长生工位 如果你的夫妻公 你的福德公 有一颗沐浴星在那里 那就是你喜欢戀愛的 你喜欢拍拖的 但是呢 就没有结婚 那种异味 就是不太喜欢结婚的 那这一对人呢 就通常呢 就是等于呢 是桃花 都是没有结果的 这样的意思 嗯 嗯 OK 所以呢 我相信呢 这一集呢 可能帮到很多一些 的女士 或者男士 可能 例如你俯虎 我自己的感情运 好像有些问题的时候 不妨可以 在影片资讯栏 找到师傅的联络方法 详细请教一下他 详细看一看 给一些真实的意见给大家的 那么下一集呢 我们又继续呢 和师傅呢 用这个 紫微斗数的命盘呢 继续看看你人生 不同的 哪一个的崗位 好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详尼